海马能狂到什么地步 连神之卡都敢陷阱 发动覆盖的卡 是魔法消除器 可以消除对方牌组中的十张魔法卡 老姐日常不慌 苟了几回合后开始反击 发动陷阱卡 现实与冥界的逆转 效果是支付1000生命值 让双方将卡组与目的的牌交换 社长听得瞳孔收缩 显然被吓到不行 因为病毒卡 老姐目的里全是牌 而社长目的只有6张 局势瞬间就被逆转 社长抽牌的小手不停抖动 老姐学起了贝卡斯 预言社长抽到的牌 果然没错 社长怒了 老子怎么老能碰见这灵异事件 但还有希望 毕竟巨神兵还在手上 接着老姐开始报作社长 不断地削减社长生命值 看老子印卡 没有用 发动陷阱卡无效 将抽的卡丢进目的 社长人都傻了 他又被千年神器搞到绝望 就在社长要投降时 王样开始发声 一顿鼓励的嘴炮 给了社长前进下去的勇气 他打算用灵魂交换 用老姐的怪兽召唤神 但老姐已经设下陷阱卡 当怪兽作为祭品时 连神也会被引爆 就在老姐场上 有了三只怪兽时 狂妄的社长又回来了 将三只怪兽当作祭品 召唤欧贝里斯克的巨神兵 野猪的嚎叫结束 就在社长要发动攻击时 千年西藏闪出万丈光芒 社长一瞬间 仿佛遭到雷劈 停止了攻击 接着就是打牌打出幻觉 他看到了青眼白龙的石板 而此时卡组的白甲 也发出雌性的怒吼 于是不相信灵异的社长 选择了相信 发动沉默的死者 召唤卡加特战士 看着剧情发生改变 伊西斯愣住了 接下来就是名场面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他要将神当作祭品 召唤青眼白龙登场 社长果断发起攻击 毁灭的喷射白光 埃及老姐生命之归零 但他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知道 未来是可以改变的 接着玛丽克开始搞事 他要对利希德下手 突然身后传来声音 是阿莫良 还有正常人格的玛丽克 全部都已经进去